按下門鈴開門後 居然會是市長鄭文燦來訪 民眾相當開心的歡迎市長到來 這也是桃園最大的社會住宅 中立1號 11月1號開始 讓市民朋友正式入住 市長鄭文燦特別前來恭喜民眾 中立1號的社會住宅 是桃園最大的社宅 有957戶 有6棟 那另外有一個社福中心 有包括的親子館 市民活動中心等等 那這個社宅的公共設施非常完善 那一房兩房三房的類型 很多元的選擇 那也有一千坪左右的開放空間 那旁邊還有一個羅漢松公園 所以這是一個很棒的社宅 那我們從11月1號進住 大部分都已經搬進來了 那我想住進來的民眾都會覺得 這個社宅是一個很棒的這個 這個住宅 那完全沒有輸給其他的這個豪宅 中立1號社會住宅提供 一房型二房型三房型多元選擇 一共可以入住957戶 在一旁還有千坪的公園 住宅公設以及周邊環境相當完整 提供市民非常良好的居住環境 社宅的理念就是讓每個人 擁有一個溫暖的家 符合他的需求 那社宅的基本設施 包括家具 家電 都已經有準備好 那只要簡單的這個行李 簡單的這個家具購買 就可以租進來 那我想我們的社宅計劃會 第一階段會蓋到15000戶 陸續在增加 那今年底左右是將近4500 那我想中立1號社宅 應該是發展很好的社宅 我們會讓一些民眾 來看一下中立1號社宅 市府也說明中立1號的設計 採多元共享概念 除了保留25%的土地 作為社福中心以及千坪公園 也保留了基地內的樹木指摘 市府也後續安排規劃 藥局 餐廳等商店來進駐 提高生活機能 記者林瑞鋒 中立長官報導